第三千五百二十八集 小黄的双眸陡然睁开 眉心之处更是出现了一道古老纹路 顷刻间他身形陡然变化 这一刻小黄双眸仿佛充斥着焚天之怒 甚至眼神之中没有任何的感情 只有那足以吞破天地的杀意 气息甚至超过了太真镜 很显然这是属于小黄的保命术法 在这一刻爆发了 一双巨爪突然转向悬疑老祖 巨大的头颅已经高高昂首 血喷大口巨线 舌头已经朝着悬疑老祖席卷而去 庞大阵法最终引动了小黄血脉伸出的力量 双瞳梦魇被誉为太古一种 拥有无比恢弘的力量 一旦恢复了太古之时血脉状态 举爪之间便有碾牙山河之力 甚至太真法则都能破碎 当年轮回之主身边的双瞳梦魇 都没有如此威力 此时的小黄早已经一扫之前 那颓然的态度 如同刀枪剑戟一般的牙齿 狠狠地朝着悬疑老祖啃食而去 悬疑老祖此时 虽然惊惧小黄的突然爆发 却也深知此处有五方五行阵法相助 对方受到法则之力的限制 实力必然受到压制 而且他刚刚吞噬了一丝红蓝元气 此时更是贪婪地舔了舔嘴唇 砍穿了小黄的软肋般 正宁地笑着 你的实力有损 就乖乖成为本老祖的食物吧 悬疑老祖抱贺一声 眼眸陡然犀利 身上炸击一碰碰 胜白色烈焰 无尽法则缠绕周身 滚滚烈焰之中 他的神魂不断地燃烧着 散发出磅礴的气势 他竟然是不惜一切代价 想要强行吞噬小黄 小黄如同山月一般地屹立着 身上妖气冲天 然我惊魂 葬灭生灵 悬疑老祖发出古老的声音 双手掐绝 翻腾而出圣白色的印诀 神魂燃烧 火焰炙烈 整个悬明洞深处 爆发出一个白雾腾腾的空间 悬疑老祖身上 散发出极致的毁灭之意 祸煞之意 甚至还有大灾难的气息 恐怖至极 震动人心 而小黄此时 却是以一个更为生猛的攻势 全然不顾那本体的神魂攻击 穿过层层烈焰的攻击 直接咬住了悬疑老祖的脖梗 迅猛无比的稀释 悬疑老祖冷哼一声 刚想出手 但他的瞳孔 却突然充斥着恐惧 因为他发现自己丹田竟然 在这一刻被诡异地封印了 他甚至眼下没有办法挣脱 更是感觉到自己的生机 在不断地流逝 这怎么可能 这一刻他知道 传说中的双头梦魇 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渐渐地 那悬疑老祖的身躯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干扁了下去 精血尽 生灵足 夜幕降临 整个悬疑门 只剩下执法堂弟子 四处护卫 悬西殿沉寂无声 但是黑夜中 突然出现一道淡漠的身影 这身影自然是叶辰 叶辰手中的净水珠出现 一个纵身 再次翻入那悬壶之流中 目标所指 正是悬明洞 而此刻叶辰显然不知道 小黄本体 因为反噬了如此庞大的力量 与自身突破的力量 相互碰撞之下 再次昏厥了过去 而悬疑老祖此时 精血尽丧 只剩下一副干枯的骸骨 一代太真净强者 怎么也想不到 会是如此下场 叶辰一路谨慎 进入悬明洞后 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 那原本强悍的老祖气息 此时竟然凭空消失了 五方五行阵法 先天阵法 已然被迫 但后天阵法 却在那石台的护佑之下 与整个悬疑山脉连接 与山川河流相结合 衍生出此时的困阵 叶辰在净水珠的掩护之下 眼看到小黄 依旧蜷缩在那方石台之上 他常常舒了口气 堂堂太古遗种 双头梦魇 岂会是悬疑门 可以燃指的 就算是天殿的店主亲临 也未必可以跟 全盛时的小黄一战 很快 叶辰便感觉到了不对劲 他随时准备燃烧 悬摇精血出手 但悬疑老祖却知识之中的 没有出现 突然 他的瞳孔放大 那骸骨是悬疑老祖 这怎么可能 转瞬之间 叶辰消化眼前的事情 却是露出了一抹诡异的微笑 这悬疑们看来 是气数尽了 老祖都已经成了小黄的食物 这也是祸壳之后的 小黄的恐怖之处 只是此时的小黄 吞噬了那老祖的威能 需要一定时间 消化吸收 万万没想到悬疑老祖 竟然给了小黄做嫁衣 叶辰刚准备带走小黄 下一秒 大阵突然震动 既然小黄无碍 叶辰也不急于一时 助小黄脱困 转瞬之间 便消失在了原地 而此刻 悬疑宗堂之中 原本供奉数万年的老祖的预牌 不知何时 竟然丧失了光泽 正在打扫宗堂的悬疑门弟子 察觉到异样 当看清那出事的预牌 表情骤变 下一秒 连滚带爬地 向着一个方向而去 还在人在 光灭人亡 可是那可是 悬疑老祖啊 已经活了无尽岁月 修为达到太真境中期的悬疑老祖 悬疑掌门听到弟子的禀报 显然也是大惊失色 一步踏裂虚空 直抵悬明洞中 只见那被老祖奉为闺孽的珍宝 此时嘴边的绒毛 还隐隐沾染了血迹 正旁若无人地酣睡在大阵之下 身边那一副骸骨 赫然就是悬疑老祖 老祖 悲痛的声音 从悬疑掌门口中发出 撕心裂肺的喊声 在整个悬疑门中回道 这不是什么珍宝 根本是邪物啊 回我悬疑门的邪物 我悬疑门这么多年 隐世不出 就是为了等到有一天 天道消退之后 崛起而出 但现在 天道开始消退 但是老祖陨落 该怎么办 悬疑掌门一时间 心态大乱 没有了老祖的庇护 他们悬疑门 天道消退之后 岂不任由天人玉 其他的派别拿捏 他面色铁青地 看了一眼小黄 有着五方五行大阵看守 他一时半会儿了 也冲破不来 此时必须先处理 门派之中的事物 顷刻间 整个玄冥洞爆发出一道通天的璀璨光辉 黑夜如同白昼般 悬疑门创立之后 只有三次出现这种异象 但每一次宗门之内都是大事 玄云熙显然也是感知到了什么 有些疑惑地看向玄冥洞的方向 难道是爷爷有危险 很快 他的身影便消失在原地 叶晨斜靠在一旁的方踏之上 并没有跟随玄云熙前往玄冥洞 而是缓缓起身 朝着悬疑掌门的方向而去 他要去找一找 有没有五方五行阵的祸解之法 与此同时 大殿之上气氛凝重到了极致 掌门无需着急 此时更需要冷静 玄门长老围在掌门身边 各个面带愁容 怎能不及 老祖如同我悬疑门的定海深针 此时陨落我悬疑门世仇如何躲避 悬疑门依仗着悬疑老祖 每次出世都是惊天动地之危 今年累月的世仇 不知道有多少 掌门 世仇散且无妨 此时还没暴露 况且我悬疑门 闭门这么多年 他们一时半会儿 不会得到消息 如今最重要的是 如何处理那邪恶 悬疑掌门目露凶光 原本以为这是一场大机缘 没想到 竟然是大劫难 必须永久地毁灭他 对 不能再留着他 护害我们悬疑门 此刻的夜尘悬浮在苍穹之上 双眸紧闭 魂体转化 魂力和神念之力达到了极致 悬疑老祖陨落 悬疑门的阵法便是衰弱了几分 再加上 此刻悬疑门大乱 夜尘自然在极致状态下 能感知周围的一切 而大殿的声音 更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夜尘淡默的脸庞 出现了一道笑容 你们千不该万不该 就是对小黄出手 大殿之中的悬疑掌门 自然不知道夜尘正在上空 他此刻心乱到了极致 他垂手走了几步 仿佛是下定了巨大决心 用悬疑灭神阵 啊 此阵 众长老脸上连连浮现京剧之色 显然这悬疑灭神阵非同凡响 掌门 此阵需要弟子献祭 唯能超然不可估量 还请掌门三思了 悬疑掌门脸色沉重 此乃关系到整个悬疑门的存亡 倘若不在此时 将那小畜生彻底毁灭 等到他修为恢复 又有老祖修为加持 整个悬疑门都等着隐身在此 传我掌门令 一道巨大的狱简凭空而出 即刻封锁山门 百年内不可擅自出入 悬疑老祖隐身 号悬疑门人献祭释放 随着话音落下 那狱简中形成大字 直接落在整个悬疑山脉之中 每个悬疑门人都在同一时间看到着掌门令 老祖隐身了 什么时候 怎么会 是谁能够伤害老祖 整个悬疑门中 此时人心惶惶 每个人脸上都藏着紧张不安 仿佛下一个陨身的就是自己一半 掌门 不止悬疑灭神阵 需要很多准备 那这段时间 那邪悟该 众长老已经到悬疑洞中看过 但是无人敢触碰这让老祖都陨落的小黄 哪怕他正一副人畜无害的沉睡模样 也让人无比畏惧他红蓝光泽之下的余威 原本就是他突破时最虚弱的时候 此时又强行吞噬老祖 目前五方五行阵足够困住他了 只是我们也要加快准备 一定不能拖到他实力恢复 想要将那悬疑灭神阵发挥到极致 必须动用太上天女留存的半部悬天心经原本 借助那无上的上位者威能 来剿灭他的原神